太阳花旋运预计在星期四要退场了 法务部表示对于违法的行为不会视而不见 包括了林飞凡 陈维廷 都涉及妨害公务和妨害自由 以及违反及有法等罪嫌 学生希望司法不要滥权追诉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民众控告立法院长王津平 和柯建明涉嫌独职 连总统马英九 习任院长江一化 也都被指控武力驱离 涉嫌重伤害罪 太阳花旋运进入尾声 但这二十多天来所出现的部分行为 也让法务部部长罗英雪强调 违法事件绝对依法就办 其中学运总指挥林飞凡遭涉及实践 分别是刑法妨害公务 妨害自由 恐吓独职 违反集会游行法等六项罪行 而陈维廷则是妨害公务 妨害自由 恐吓独职等五项罪行 这没有什么强不强办的 讲官就是一把处理 一把办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这个告林飞凡这个 对啊大概四几件吧 而在占领行政院当晚的驱离行动 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一华 警政署署长王卓军 重镇一芬局长方养宁 也被指警方以武力驱离民众 重伤害等四件相关案件 王近平 立委林洪池 柯建明等 则是放任学生占领一场被控堵职 侦办因为有时候还要靠政绩 因为当时那一个盾牌完了以后 就是做会员 那么一个学生在那边我们连警带进来 他就抓紙嘛 抓紙所以说是连人一起跟进来呢 警政署强调 驱离时若不妥也会尊重检方侦办 而学生也希望司法单位能少做起诉行为 该负的责任我相信同学们不会逃避 但是我们也呼吁说相关的司法单位 并不要用这种起诉的方式来威胁 本来没有责任的学生 许多校长也担忧学生会有刑事记录 希望检方能采取宽容态度 但跨越红线的事情 法务部还是会就事论事 依法办理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